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 今天我们请到一些地产秘密课 那讲到地产就知道 要告诉大家跟买房相关的事情 好 敏婷跟Sam好 戴如姐好 戴如姐好 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我是Tim 我是Sam 好 你们从事地产业到底几年了 我们从跑地产已经十几年了 看过全台湾上千个建案 对 从一户三百万到一户二十亿的 我们都有看过 刚刚你们这个十几年 看到的现象是什么 其实以你们刚出社会的时候 或刚当记者 房子已经很贵了 结果到现在呢 你得出了什么样的 这十几年的结论 房子应该是被你们越看越贵吧 一开始本来已经 这么贵 然后后来就说 还涨两倍 真的 有这样吗 我记得我刚毕业 刚进入地产圈的那一年 戏纸那个时候 一瓶的房价是十几万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在报社的关系 所以建设公司的老板就说 那算你便宜 一瓶十七万就好 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 戏纸一瓶十几万 我怎么可能去买 结果现在 完全是超过double的价钱了 所以房地产真的就是 一直价格就是一直在 不过按照我的理论而言 如果十几万 现在现在变成三十几万 假设你是全款 就是没有杠杆 除以那十五年有没有 有吗 那你觉得 总共房地产 在一个没运作的 就是购买与贩售之间 那每年的报酬率是几% 比如说现在三百万 以前三百万可能可以买个 两房 可以 那现在是变成六百万 好不好 变两倍 然后再除以十五年 也就是那三百万除以 等于就是赚三百万 除以十五年 那一年是多少 赚二十万 也就是说 看起来用年来算 因为我们常忽略年的因素 它很惊人 但事实上如果你复利计算 能够赚了6% 就算涨很多 一年6%报酬率 就你不租人 就各种状况都没有 只是放着然后卖 其实也只有6% 跟ETF的0056差不多 所以你说房子涨很多 我永远要去解构这概念 的确你看它 因为它本来就长这样 结果它年纪大了 它更贵 我们都会觉得很惊异 那明婷呢 我自己其实在十年前 我就买在竹北 对那时候 那时候一定更便宜 那时候非常便宜 各位听众 现在竹北超级贵的 那当时买差不多多少 当时我买在竹北的高铁特区附近 全壮31坪 含车位是666万 然后31喔 对 其实算蛮大的 单价已经那时候大概是快18万 那你们附近的实价登录是多少 其实那时候18万台北也有地方买 是200几年 10年前 那已经有点晚了 那时候就其实房价就比较贵了 然后我们家正楼下 就是在去年成交行情 就是总价已经到1600万了 就是整个涨了2.5倍 对 就乘你2.5 就算了150% 对 然后我先生其实蛮感谢我的 因为那时候10年前 我们是奋不顾身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间房 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做屋主 我觉得感人的是没分手啊 重点是这个 是不是 不然赚了15% 除以二就一人赚7.5% 其实也不错啦 对 我先生其实对我蛮好的 就是到现在还会来高铁接我 我蛮感谢的 而且现在他还 就是那个当时买的名字在谁名下 当时买的名字是在我的名下 我们还没有在 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很聪明 我觉得各位其实房地产先学会到这里 各位女士朋友已经够了 价值千金 对 是当时你有说服他吗 还是你刚好 其实我没有说服他 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喜欢就是占别人便宜的人 那你如果不喜欢占别人便宜 你应该坚持说 你有付钱我也有付钱 我们共同登记 没有当时就是 所以这样看起来你变成比较占便宜 当时就是不小心占了便宜 因为那时候他就说因为你的薪水在报社比较少 我在科技业上班是你的两倍 所以我就出三分之二 你就出三分之一 我们就很公平 到现在也是 但是因为我两年前帮爸爸妈妈买了一间房子 就让他们退休可以住 然后后来他就买在哪 买在中和 他就主动提说 那没关系 因为你现在还要负担这一间爸爸妈妈的 那这个我们住的竹北就我来负担 对 但是名字还是我的 真的是 其实好男人比好房子也重要 有自己的房子也很重要 而且我跟你讲 他这个限他于不义 我要当法律专家 因为那是婚前的房产 婚前他帮你付的叫正宇 所以你要嘛 如果你真的要污一个男人的房子 答案就是不要跟他结婚 因为他永远变正宇 那婚后买的 那个一定要共同所有 对不对 对 这资讯太重要 好这一集可以到这里 这资讯太重要 学到这里可以了 像我跟Sane我们一起买 不会觉得到这里 就很清潔说 各位大家现在你了解了吗 有一个聪明的女人在这里 如果你做到这一点 房地产结束了 这个很重要 要提醒听众朋友 那像我跟Sane 就是在今年买一间工作室 也是我们两个共同登记的 这个就是朋友之间比较不会出问题 那如果状况 共同登记 可能中间还要订合约 我们倒是没有 因为你们现在没有谁抢谁老公的问题 万一有呢 直接送他 有说过如果另外一半 就是先走的话 要怎么办 对啊 是不是 你知道很多同志会 为什么你要让他们的婚姻法合法 我们没有在一起 不是不是 我说你们 我已经跳太远 但是为什么要合法 因为可能是他们两个一起买的 结果其中一个走了 发现说 你们没有婚姻关系啊 所以就变成他的爸爸弟弟 也许最不谅解他们的感情的人 要进来分这个房子 不是吗 好可怜 结果真正出房子的那个人 结果他没有 我不说你们同志对不起 有人怀疑过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在一起 对是同志吗 对 可是现在就是说 两人等人家可能要有一个小合约 也就是说 谁都不许贩卖 然后万一分割的时候 万一谁挂点 但是大家不会写到这样 就是万一有一个 就是说客观不能够在 就是自然能消灭或怎么样的话 那就按照当时的原价贩售 这样最没有问题 对 按照当时的原价 谁有优先成买权 要是我会签到这里 你没有觉得我的建议很棒 优先成买权啊 不然很多都是因为就是说 现在有人怎么样了 结果这间房子要紧急的卖掉 那如果你提出的价格 比如说一间值三千万 那一个人出一千五对不对 那你提出的价格 他老公不好意思 在赌博赌书说 我这样啦 两千啊 两千啊 所以你又被迫卖掉 对 所以提醒听众 如果是共同登记的话 还是去法院 就是做个简单的公证 比较好 所以我们今天又讲到这里 又结束了 这个很重要 来谈谈你们的课程 因为你要教大家买卖房屋 因为我刚刚讲的是法律问题 还有如何估算报酬率 其实他们有你想象报酬率高 而且他本身是重资产 你可能就是很多钱要压在那个上面 想要 我最怕那些买房子两年要还本 我想说你看看法令 你现在两年还本 你赚多少 国家几乎分了你一半 你是想要赚什么资本利得啊 那你觉得现在 大家买房子的人的疑点在哪里 听说你们有个线上课程 那为什么要上这个课呢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发现啊 现在很多人 就是还是会拥有自己的第一间房 但是很多人他其实对于买房 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对 甚至很多粉丝他会私讯给我们说 请问一下买这间房要注意什么 可是他完全没有做功课 即便他做功课还是容易选错房 他就想像小学生一样问老师啊 老师今天功课写什么啊 对 怎么样才能考一百分 对但是因为房地产 其实买房的学问非常的多 从你看屋到签约甚至到教屋 有很多的美角都在里面 那这些其实知识点 老师也不会教你 学校没教 对不对 那你举例 我刚刚就说了 你们共有之间一定要有个法律点 这样就永远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吃亏 因为后面代表你们的是 你们两个的家族甚至亲友 任何啦东西都 任何共有都很像结婚 对 公司也是一样 有没有 难道我现在 比如台积电万一 因为只有两个人拥有 就算现在芯片接得很好 那另外可能说不好意思 你要给我钱啊 然后市价 假设是100亿的话 我认为不止 你要把公司应用权拿去 不然我就让你贪婚 你给我80亿啊 就是各种事都有 买卖房问题 你问我答 吴淡如的买房新房 都在好房网TikTok频道 快分享给想买房的朋友 一起关注起来 那是各种事都有 那你们要因为他捡到了钱 那所以要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那是不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拥有一百万想要买房子的 跟拥有一亿想要买房子的人 他必须知道的是其实不一样 不过一亿不会来问你 他已经够了 我们这个课程其实是特别为 就是第一次买房子的人准备的 因为像那个就是 知道要去买之前要来问的 那个都算比较好的 有那种是买了踩到雷之后 才说现在该怎么办的也很多 然后就拿你的是说 那个地产秘密课说我上当了 替你树敌 而且最近其实 那个建商的烂尾楼事件频传 甚至有粉丝他私讯我们说 就是建设公司在交屋的时候 是乱交给他的 连卫浴跟储具都没有做好 就急着要交屋收钱的 所以其实在这一波 所以你要去看屋 他也有一个逻辑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 其实是从第一步 从看屋到最后一步 完整的教学 然后用系统性的建构 这个买屋的流程 然后以及注意的美角 让你不要再踩雷了 对 那关卡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可不可以举例看一下 我们其实把整个购物的流程 就是从出发看屋前 然后一直到 真的选到一个好房子 然后到贷款 到燕屋 把它拆解成15个步骤 然后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告诉你 就是每一个步骤 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们以建商品牌来说好了 很多人在看建商品牌 他可能看了这个建设公司 他觉得OK 可是他没有去 其实这后来也是你提醒我 我才发现 哇 网络有十道烂建商 姐有哦 而且这几年 各位你不要问我们不会讲自己去Google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是无辜中间 所以你多Google三篇 然后把里面的大集合画进来 而且很多人会有一个迷思 大品牌就是好建商 不一定 有些大品牌好怪 要不要永远漏水 对 这种建商其实也蛮多的 对 那当然这一波其实买小品牌 就要特别的留意 可能会出现烂尾了 因为最近就是包括银行 也针对土建容的部分 有做了蛮多限制的 所以这一波我自己觉得你买房子啊 大品牌是第一个重点 当然还是要看它的口碑跟评价 还有另外就是它在保护的部分 是不是做延长 那像最近就有一个树林案 它就是那时候建设公司 其实在卖那案子 就已经造成区域的话题 而且它也是卖得很快 它也是区域的高价 后来就发生了 就是建商报资金的缺口 然后这个案子 就是可能会变成烂尾楼 这个状况可能就会发生 在最近会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第一案建商 上网完全找不到任何的评价 或者是在很多的 就突然就像我有一天突然发现 我钱多所以我来当建商嘛 就这样嘛 我们还弄到了一块土地嘛 对不对 对可是你会发现很多购物客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的 对于房子要怎么挑 建商品牌要怎么看 甚至是我们还要提醒 营造品牌也很重要 可是营造品牌不是都是国内的上市公司 有不是的吗 有时候会给你写说 日本的什么组这样 对有一些它会主打这个 如果是你在建案的广告上面 比如说主打日本某某某 我就代表它的营造公司其实是好 它用这个当成它的广告诉求 对但是如果它没有打任何的营造品牌 你就要问说 请问你这间营造公司是哪一家 甚至你在看预售屋的时候 一定要先问 请问你们营造发包了没 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小案子 因为缺工缺料 连营造公司那哪一家都不知道 对发包发不出去 因为营造厂觉得 小案子没赚头不愿意接 那他会先偷写一个 不行不行 不能偷写 对这个也是要特别留意的注意这样子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嘛 也是我跟地产秘密课去看 他们在信息计划区有没有 可是那个老板因为他是我同学 他跟我说他其实也很快就卖掉了 然后一瓶都卖200万以上 有什么好后悔 他说很后悔 因为后来算一算 因为建商怎么赚 这种有关于这种改建或度跟案件 大概只能赚最多赚不到20% 那个营业费用都还不算 可是啊 他发现最近一卖掉之后 工钱还有各式各样的荒严 整个涨价20%是最低值 有的还涨了一倍 那他发现他太早卖掉没有赚钱 但是实力坚强的建商就发现说 什么正在盖房子都没有发布 他真的要来搞个先见后售 再看成本再来卖 对 最近也蛮多先见后售的案子的 那个就是有钱才能先见后售 没有钱就一定要先给你拿钱 所以这一波其实市场会淘汰掉蛮多 就是小型的建商 提值不好的建设公司有可能会被淘汰掉 所以最近如果你买预售 我选品牌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今天不想讲到房子会不会涨了 因为我必须说通膨时代的房子 老实说实在很难点 通常你看日本的地产泡沫法 它不是跌在通膨时代 当然我也不说 从经济学上不应该说日本通书 它叫没有通膨 通膨很微小 那你利息如果降到了低点 就是一趴 你还不买 房价还在跌 那就表示不好意思 它就会一直跌 所以你不用只关心房价涨跌 因为每个人就只有一间房子 然后你住的那间你也不要关心他会不会涨 会不会涨肯定啊 都还是附近有没有get息 还有是不是跟人类的生活圈 没有真的很不方便的东西 就是你看 你看最近出事的 把三十几个人关进一个小房间的那个 你看他在哪里 我直接讲了 还有淡水的那个在淡金公路的 就是 所以这样的地方 我不是说因为他曾经发生过命案 我是说像这样子 就是犯罪集团的聚集地 表示他就是投资客可能过多 那房价便宜 大家能租就租 所以他会龙蛇杂处 那那个地方你其实 我认为在良知上和安全上 最好缺少考虑 就万一你对面 那个小房间住了 被关了三十几个人 你哪一天上下电梯 也会被抓进去 不是吧 没错所以我觉得挑选地段也是这一波的一个蛮重要的考量 对 尤其是最近因为市场的状况其实比较不明朗嘛 所以我们认为其实买在可能淡黄区或者是 以前的淡黄区可能大家会认为是淡安或是新移 但是其实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淡黄区 比如说像是重华区新竹竹北好了 就有他自己比较精华的地区 就那个地方人住很多 不是说淡黄区大家误会了 不是商业区 事实上在各大的繁荣都市 商业区反而没有真正的住家 也不是人居 就是地区人最喜欢住的区叫淡黄区 像新庄也有淡黄区啊 好那么来介绍一下你们的课程呗 好我们的课程呢 在11月15号在PressePair要募资上线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个课程其实 应该已经筹备了 很久 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从就是买屋到看屋啊 甚至到带院 对到贷款 然后到燕屋啊 甚至到交屋 就是完整的帮你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 帮你建构好整个买房的流程 以及各个流程里面要注意 哪一些细节 对我们是浓缩了我们十几年来的经验 然后把它练成了就是这一系列的课程 对这比较客观 而且是针对买第一间房子而言 不要去听你阿伯阿嬷说啊 可以去听仲介说 然后各家仲介还会互相说坏话 讲的都不一样 对不对 甚至我觉得现在 卖瓜又说瓜好 没错 现在一间房子至少要动辄百万 甚至是上千万 没有百万 我们用五百来计算好了 现在房子 现在一字头房价也都慢慢消失了 对都破二了 但我会觉得一间房这么贵 可是我们的课程其实还蛮划算的 万分之一的 你等于是用万分之一的价钱 可能会让你一生就是 不用用无穷 不用踩到累 这就跟我之前说的 你花了退休金比如说五百万 啪一生你竟然这样下去 然后再来想说 好像不对 房子也是 一间上千万你就让下去 为他背三十点 结果前面你叫倒听途说 完全没有建立标准 这是不对的 所以其实真的 这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 就是上课投资你自己最好 那我们大家都是在房地产的 这种各种浪潮中 历练过来的 对 请大家不要倒听途说 就去上上课 这堂课叫做 这是聪明买房的地产秘密课 然后我最后想要说的 因为最近房市比较不明朗 但是我们认为其实 现在反而是 进场看屋练习的好机会 因为大家总是在市场比较热的 其实它就像股市一样 插协同理论 大家会觉得 股市好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 你真的要住手的话 或插协存股 现在这个是好时机 对 但不要固住一只 对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 房市不好 那现在就 就放弃了 买房或是看房这件事情 那我反而觉得 房市不好才是 看房子的最好时机 像我跟Sam 我们当时 买房子的时候 是大家也不看好 那个时机点的 没有到家看好时机 如果大家看好 就是百分之八十 二十八十原则里面 那个八十 也就是你跟大家 一样的聪明 那就是 你就是在一个斜海中挣扎 你如果要找到蓝海 你要成为那二十 而且那其实就是 市场反转的一个 简讯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 就是 股市如果不好 但是我觉得 买房这件事 不要盖牌 因为你还是要看房 多看才有机会 买到你人生真的 理想中的房子 如果你现在到了四十岁 但是你连一间房子都没有 当然这样的人 其实很多的 也是正常现象 可是那问题就代表什么 其实你也经过SARS 你也经过各式各样的东西 但我们可能一刚开始没有钱 后来才有 可是你不断的有上车机会 而且你的家庭已经成立了 为什么你手上还没有 而跟你同龄的同学 竟然还都有两间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你跟大家一样 长的时候觉得太对了 别的时候你不肯去思考 其实以我上个月的经验 我曾经把一间房子 就是帮朋友买店面 他一开价开价四千五百万 蛮小的不太大台北的精华区店面 就是那个仲介说 最低在三百八 一口就是 我教他用什么样原则在那个 后来买到三千三百多万 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价钱 所以这个时候叫什么 这时候叫好杀价 没错 所以这时候去建立 你看屋的流程 甚至是你很清楚他里面的美脚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练习也不用钱了 是啊 你去接待中心看房 还有咖啡啊 有饼干可以吃 我最怕就是一去第一次去 就说我这件这件 其实我以前也曾经这样 但是那个就是没有考虑 为了当时的情境所迷惑 没错 建议还是看房要至少半年 然后至少要看了超过三十间以上 会比较保险 不用一百分 担心你至少要打八十分 好那就请你看资讯栏的连结 谢谢地产咪咪课 谢谢鞋蛋如姐 谢谢咋咋